今天要看Signify第11节 这道The Most Frequency War 它这边会输入一个数字 表示接下来有几列 接下来要统计哪一个字出现最多 像第一个例子 Banana出现两遍 所以这边就是把Banana输出 所以这边就输出Banana 这里的话也是 IKM可能出现最多 就把IKM输出出来 欢迎来到学用数学 数学而用 今天要看Signify 今天要看Signify第11节 每次要 现在我们要执行N次 把整列读进来 而且分离成这个小个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把整列先读进来 整列读进来就是Input 然后点Speed 分割成这个字 对于每个字我们要来做技术 所以就是ForWordInLine 所以这边我们就要建一个Additional 来当技术器 所以这边就是一个Counter 等于这个大括号 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建一个CounterWord 然后会等于什么 如果它已经有出现的 我们先确定一下 它是不是已经有的 就GetWord 把它加1 如果原本已经有数值 就把这个次数再加1 但如果一开始是空的 我们就把它设成0 所以GetWord这边就是说 如果找不到 它就会把它预设成0 好 那我们现在再把它执行一下 这边我们来Print 然后这个是Counter 来执行 这Input少个圆瓜 再执行 好这样子就可以统计出来 这里Orange四个 Banana四个 好但是我们今天想要做的 是输出那个出现最多次数的 也是把这个目前最多次数是4 把这Orange跟Banana输出 那输出的时候 只要输出一个 就是字母排序比较小的 目的是要把这个Banana输出出来 所以一开始我们要先做一个什么 先统计一下 目前最多次数的是多少 所以这MassCount就是MassCount 就等于什么 原本这个Counter里面什么呢 这Counter里面的Value最大的 这边点Value 我们就可以取得它的Value 然后我们先把它印出来一下 好这里要加个原关号 再执行 对目前就可以把这个 这一串里面最多的是4 好那接下来 我们要过滤一下 就是把什么 把它次数 刚好为4的这些 都把它列出来 所以我们再建立一个 建立一个这个list 这边叫做frequency 就是这边建一个 所以我们再建一个list most frequency 这边的话 我们要想要做一个过滤 取出它这个字 所以k for kv in counter.item 好那接下来如果什么 如果的次数呢 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MassCount 我们这时候呢 就要进行这个输出 好那我们现在呢 把它这东西印出来 好我们先印一下这个 most frequency 再执行 就可以把刚才什么 刚才banana跟orange 都是有4次 都是达到最多次数 把它印出来 但我们今天呢 只要输出什么 对次数比较小的 所以再加一个这个mean 好 这样子呢 就可以完成 好这样就得到这banana 所以我们再检查全部 对 所以这样子就全部都通过 那我们就解答的写法呢 跟我们刚刚的写法呢 也是类似的 好 那我们再简单的回顾一下 ok 其实这个呢 就是建立一个counter 来统计次数 这是一个字典 非常常用的功能 对 那统计完之后呢 它这边还有一个小调整 就是要取出最大的 好 所以取出最大的 它利用mess count 好 它利用这个mess 点 利用对着字典的value 取mess 得到最大值 接下来呢 再利用这个list 用这个if 来过滤的效果 把最大值取出来 好 这样子呢 就可以得到这个答案 像这个都是dictionary 基本的操作技巧 所以今天学dictionary 并不是只知道它定义 最重要的是 又是如何去使用它